他們家的什麼都有啦 連這個最小的包括這個菜市場 收租金 也他們家的 分攤給多少人 租給多少人 這個一年多少錢算得出來 因為台中市府有說 調出空照圖嘛 有增見疑慮 但沒有檢舉查報的紀錄 台中市政府到底是什麼態度 是又放任了是不是 他用爭議啊 他現在是說違建爭議 但是還沒有人地方 放的沒要處理就是啊 意思也是一樣 意思就是他還沒出門 他還沒去現場看 就是都叫爭議啦 所以什麼時候要去看嘛 我就在等寬哥幫我們檢舉一下 看有沒有人要去檢舉嘛 所以他才會去啟動 這樣的一個違章查報的機制嘛 我要說的就是 這所有就是拖 反正能拖 能混 能蒙就過 反正1月9號剩下5天而已 所以我還是要講這個 意思外界講了也是白講了 反正旗艦戶的擺爛 看到嚴家就是這樣子 包括嚴寬 就是慢慢來 我甚至覺得他 我們記者今天去跟他督麥 他可能也懶得回答了啦 因為太多了 多到每個地方都被違章 我病毒再說了啦 每一樣都無法經得起檢驗啦 那現在這種情況 那嚴寬可能現在到底是打算怎麼樣 就是一路擺爛嘛 那他也是講 當初是空地出租給陳租者 後續建築呢 就是陳租者自行刑件 他就很無關 是這樣子嗎 來 瑞德哥 今天的最新情況 柯媽跑去殺戮耶 跟嚴寬可能說僑玉耶 那真的是僑玉 還是特意安排的 那麼遇到有人批評呢 就有人打電話 跟柯媽講說啊 那麼他遭到網軍攻擊啊 反正 那麼包括他的兒子跟媳婦 不是都一樣嗎 媳婦最近有一個名言嘛 他兒子是大咖 怎麼會跟這個 衣婦人員站在一起啊 天啊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我們這兩年來 大家非常這個等於尊敬的 這些第一線的衣婦人員 是小咖 原來在某些人的眼裡面 他們竟然比不上一個 所謂的民選出來的這個市場啊 你知道嗎 那麼至於柯媽說 他不是故意跟他這個合體的啦 那民眾黨也說 民眾黨沒有在沒有說在這區 要支持誰啦 但我我相信一件事啦 不會像這個顏寬恒所講的 剛好在殺戮這個地方 剛好就遇到對不對 十二點都說十二 所以就到小吃店去 然後在留下的一個身影呢 就顏寬恒穿著顏寬恒的那個衣服啊 站在他們兩個老人家的後面給你看 當然是有備而來的嘛 不過那又如何呢 過去這個等於說柯媽也幫很多人站過台啊 又如何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老百姓要選的 那麼其實還是跟候選人本身 我們去幫人家助選 我們當然可以啊 等於說扮演一些綠葉 但最主要還是紅花 主角才是主體嘛 對 今天主角才是主體嘛 今天有人問 為什麼這個顏寬恒在殺戮啦 在海線二區的看板這麼多 為什麼就不用出現 中國國民黨跟黨輝啊 他說因為呢 這次選舉是海線二區 鄉親選民的勝利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然後呢 難道你是中國國民黨推出來的這個候選人呢 你不敢掛中國國民黨的名字 不敢這個等於說貼中國國民黨的黨輝 你去跟大家講說 因為這場選舉是海線二區 那我們就讓他看看 這場選舉到底是不是海線二區的選民 你要教訓中國國民黨一次嘛 那除此之外啊 事實上 本來一個多月以前 我們開始談嚴加的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有人提醒我們 太早打了 太早打了 打了以後後繼無力 我們到今天還在談這個多出來的 還有啊 都有新增的黃昏市場違建 黃昏市場二十幾個攤位 然後六七年賺了兩千萬 有些人講說哎呦 那塊817啊 817的這個招待所 2.5倍150平的超級大違建啊 好歹兩千多萬兩三千萬買的 人家現在就是你要徵收還賺一億多呢 那這個六七年才賺兩千萬 我告訴你這就是恐怖的地方 不管什麼錢都要賺 對 端子要賺 三九要賺 105號碼頭 源源不斷過未來二十年 那麼煤炭只要進來就賺到 然後呢現在又清泉鋼的這個開發案 一年三次還評 創下台灣令人瞠目結舌的紀錄 然後緊接而來 他的817豪宅 緊接而來他的台中七期 26歲就能夠買進兩千多萬 來孝敬媽媽的那個豪宅 然後緊接而來 還有包括巴拉巴拉巴拉幾十筆土地 巴拉巴拉巴拉一二十個 那個等於說他的相關的房地產 他的這個房子 然後呢以前最多的到48筆的 各式各樣的保險啊 還不包括他投資理財的股票 現在也 他申報的時候是用面值十塊錢申報嘛 現在應該也上億了 還有電玩店 對 那麼多那麼多 然後呢現在又 又包括他自己的豪宅呢 那個所謂的 洛宇中 歐洲豪華莊園別墅對不對 然後現在一千 一千兩百五十坪裡面 三百五十坪是 幾乎等同免費提供 為什麼 因為一個月不到一千塊 現在又來了這個東西 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說什麼 空地出租給成租者 後續成租 後續建築是成租者自行興建 請問一下 那麼聽說 這個管理者 綽號叫做包子 包子聽說 是之前 嚴清彪 那麼嚴清彪當立委的時候誰戶啊 警方的誰戶啊 有沒有這回事啊 然後後來不是 遠寬恒 到了遠寬恒 後來就沒當立委了嘛 對不對 他們後來就沒當立委了啊 誰戶到底是歸建呢 還是這個退休呢 我不知道 那到底這個包子這位先生是不是這個所謂的管理者啊 管理者 他不是說承租出去的嗎 出租出去 當然人家出租出去 一定有相關的納稅所得稅的租賃契約嘛 一定有嘛 然後緊接著來 請問一下 那這個土 他或者是空地出租啊 那空地出租的話 他本來蓋的是多大 後來又被蓋到 欸 不是你土地做給人 人親切給你求 人家自己不關 你還記不記得 他有兩塊土地是出租給所謂 合法有執照的電動玩具店 對不對 你不是說我土地做給人之後 都跟我不關 不是耶 不能不過問啊 當然要過問啊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也算你的啊 你知道嗎 萬一因為這樣蓋了建築物 或怎麼樣失火 你以為你就沒事 有時候你自己要吃傷公共危險罪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跟這些有關係 我覺得他們家現在一定很後悔啊 沒大沒錢去年去罷免3Q陳柏惟 要幹嘛 為什麼 各位 如果他不去罷免3Q陳柏惟 如果他去年不投入這場這個等於說 罷免之後補血案對吧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全家就是你家 你知道嗎 然後呢沒有人知道 台中市政府遇到嚴加就是五媒政府 你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你們家有全台灣最大的特權 你們最大的特權就是 這邊一塊變高的這個等於說 違建主建物 那邊往下挖的這個地下碉堡的停車場 然後呢突然間細細咬咬一塊這麼大的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 招待所還是回家 然後呢 還有什麼那麼大那麼漂亮的這個 包括那個那個警衛室啊 如果沒有經過這一次的選舉的洗禮 我們還真的不知道 原來在台灣還有一個獨立的王國 為什麼 而這個獨立的王國是誰一路縱容他的 縱容他的叫做台中市政府 是的確我們看到 這個嚴寬恆面對這麼多的爭議 但是始終不願清楚的面對說明 然後呢現在就把他推給給 這個出租者自行興建 這樣就沒事了嗎 你身為地主身為房東 難道都可以完全不管 你這個租出去的人 到底是在做些什麼嗎 面對這些爭議不願意去回應 是不是對選情有嚴重的影響呢 來範老師 因為今天呢 這個柯文哲呢 媽媽 柯媽媽跟這個嚴寬恆呢 竟然會在廟裡巧遇 然後柯媽媽也說 這個嚴寬是好人啊 做人實在啊 所以呢 雙方到底是在打什麼樣的算盤呢 是嚴寬也可以靠著柯媽媽 多拿一些支持嗎 還是柯文哲想從中 撈到什麼好處咧 這絕對不可能是巧遇啦 哪有那麼巧的事情 我去廟裡面念來廟 還同一個廟 還不其而喻 這就是 重點是記者去拍 而且還有 而且還有發這個採訪通知喔 那你想怎麼可能 發採訪通知巧遇 怎麼會巧遇 不合邏輯嘛 不要再騙 大家不會相信的啦 我覺得就是要營造一個 就是說欸 我嚴寬還是有人來力挺 對這個氛圍 而且不可否認啊 現在這個柯文哲 他的這個民眾黨 儼然在各方面的支持度 都快要超越國民黨了 快變成台灣第二大黨了嘛 那你看到柯文哲不斷在 精吞蚕食國民黨啊 包括他現在的秘組長謝利公 也是過去馬英九執在 一直培養的一個人才嘛 也當過移民署長 對不對 當過國安會諮詢委員 很多國民黨人 現在也跑到這個民眾黨去了 這個時候 如果民眾黨再能夠把 顏寬恆納進來 那對民眾黨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資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反正這個顏寬恆 雖然是人在國民黨 可是他們家跟國民黨 沒有什麼關聯嘛 他不跟朱立倫這個同框 跟柯媽同框 來到台中喔 幫你的勞工 還有你的青年部 搬售棋子 競選的棋子 幫這個 顏寬恆恩助選 顏寬恆恩竟然 不見了 他說立有行程 這怎麼可能合邏輯呢 你那想像今天 蔡英文跑到台中 林靜英說 抱歉我立有行程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是荒謬嘛 所以說 這個我覺得 顏寬恆恩 他那個步調已經亂掉了 他一方面 他想要不藍不綠 所以你看他的任何的招牌 他的背心上 都沒有國民黨的黨徽 也沒有講我是國民黨 好 但是呢 朱立倫跑來 他要 所以他想 不要變成藍綠對決 所以他希望 跟這個朱立倫保持距離 那你就不要邀請他來嘛 他來了 你又不跟他同台 很尷尬嘛 你到底要跟國民黨 保持什麼樣的一個距離 他到目前為止 他搞不清楚 所以顏寬恆恩現在抓著 柯文哲 抓著柯媽 對 另外你要問說 你要不要找 找我們的這個海先生 也來敲敲門嘛 對 可是他怕海先生來 不是敲門是踹門 糟糕了 所以你看 韓國瑜車廂天 在大漢森林公園 哇 人滿為患啊 遊覽車這麼多 如果到你台中 幫你這個 顏寬恆站台 我相信可能也是 人也是很多 那為什麼他不要 態度很曖昧 而且你今天排 由台跑去跟這個柯媽 擺個不期而遇 但我覺得柯媽也是啦 他說顏寬恆是個好人 是個老實人 我不想他標準在哪裡啊 你如果去看他們 看顏寬恆有66筆土地 你會覺得他是老實人嗎 你會覺得他是好人嗎 所以說他們的家族 在當地開 請問他的房子租給這個 賭博電玩 賭博新的電玩 的玩具 請問他是好人嗎 對 造成很多人傾家蕩 很多人失敗 這個妻離子散 請問這是好人嗎 所以我比較 我不曉得柯媽媽的標準 是什麼啦 但是以我們目前來看 你人家的市場 你不能說我租給人家 我就不管 我們任何房子 如果你要租給房客 你能夠允許他在裡面 這個重大嗎 你能夠允許他在裡面搞 不行啊 房東連帶責任 都有連帶責任啊 對 哪怕你房客 在裡面把在裡面 這個做一些 造成很多的聲響 造成鄰居的抗命 你房東你也負連帶責任啊 那說我租給他的事 你不要來找我 那你請問一下 房客的一些什麼 馬桶壞了 是不是也找房東來修 當然是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一攤 兩手一攤 陳租者自行興建 違建都是陳租者自行興建 你一個房東 你完全不知道 不告訴你 哪一店裡面發生什麼意外 誰要負責 這都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所以我真的覺得 顏寬恒 但是我不需要講 他們家 我也在 我這層剛剛所說的 他們到今天為止 真的非常的後悔 第一個把陳柏惟罢掉 第二個自己出來選 把這場選戰變成是全國性的選舉 總統級的選舉 他們家 所有的過去的林民總總 其實我覺得現在只是冰山一角 已經被揭露了 幾乎每天都有新爆點了 對 所以難怪他們先 我覺得任何人最近為什麼會語無倫次 啊